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 14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每周为失业者提供的600美元救济金 将在7月份结束发放 他表示疫情期间发放的失业救济金 抑制了美国人的工作动力 库德洛在CNN的国情咨文节目中 向主持人吉克塔珀表示 这笔额外失业救济金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确实奏效了 但是他们决定在7月下旬停止这一福利 因为600美元的救济金 比人们上班的工资还高 这是在鼓励人们不上班 不利于人们重返工作岗位 库德洛坚称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认为 这600美元的额外收益对工作不利 此外他还称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采取一项改革措施 这可能会刺激人们重返工作岗位 但幅度不会太大 对于白宫提出的催促美国人复工的损招 主持人吉克塔珀当场提出质疑 他表示很多美国人都想重返工作 但是工作岗位还没有恢复 对此库德洛又表示同意塔坡的这种观点 人们想恢复工作 他们欢迎经济重新开放 他们也很急于外出活动 美国赫芬顿邮报称 库德洛前后态度矛盾 这番话似乎又削弱了之前他所说的 人们不愿意重返工作岗位的观点 美媒在报道中还指出 库德洛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 向民众支付救济金不屑一顾 然而他却支持企业的付款保护计划 这使得企业可以使用可赦免的公共贷款来支付高昂的企业高管薪水 库德洛对民众和企业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采访中库德洛还表示 美国经济很有可能实现危险复苏 并且失业率将下降 到2021年又是坚实的一年 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还表示 美国有望在2020年下半年实现20%的增长 到年底时失业率将低于10% 然而此前美联储鲍威尔曾表示 美国实现全面恢复将是漫长的道路